文化部成立了将近400天 但是争议不断 一群文化界的人士这两天就在台北 召开了文化部危机解密论坛 针对投资补助公网集团 文化资产 产业商业化 还有福贸协议等议题 召开了六场论坛 希望能对文化部提出相关的建言 还有检讨 英文界人士在台上一字排开 文化部官员则是出来台下聆听 虽然谈话方式很斯文 但内容全是针对文化部的检讨 由英文界人士组成的文化元年基金会筹备处 召开为期两天的文化部 危机解密论坛 就是针对文化部成立近400天 以及两岸福贸协议签订后 产生的一连串风波进行评论 藉由政府这400多天来的市政方式 提出一些建言 我们也希望能提出 让国家的文化政策 导向更好的方向 新闻局的最高的长官一位女性就说 我的妈呀 我跟你讲 我要不是做这个工作 我就妈的看好莱坞电影 我管你们了 我真是要命了 不只是认为文化部官员不够用心 也不够专业 王小弟导演也认为 虽然政府将新闻局与文件会合并成立文化部 但以前存在包括电影补助 国际行销等问题 政府却仍然没有办法处理 不是为文化部 也不是为龙英台部长 其实是为大家的文化 文化部永远大概都做得不过多 文化部也很虚心要学习 虽然文化部官员虚心回应 但从陈延新事件到两岸服贸协议 发生的一连串争议 要满足文化界人士 龙英台部长可要再多点沟通 油电TV越加里才有圈台北报道